手游酷玩 龙剑峰都发生在美国 龙剑峰呢是比较正常的一种 也不算正常 是一种雷暴线下的产生 就是大家可以发现每次 刮龙剑峰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快要下雨了啊 这个 它是属于云层雷暴的一种集中显示啊 详情请观察白杜白克啊 但是 但是这个游戏 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一设计者 其实啊 就是符合当今这种环保意识啊 因为确实过度的砍伐 植被会加剧这个龙卷峰的产生啊 如果说植被较多的话 可以通过树木等比较扎根很深的东西 来抑制龙卷峰的形成 但是我不太确定啊 因为我本身 就是 对于各种这种地理现象不太了解 这个龙卷峰真的可以通过种植植被来预防吗 这个不太了解 回到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主要是完成目标啊 我们化身龙卷峰 通过完成右侧的一些目标 就比如说摧毁几个飞机啊 加油站的汽车呀 房子倉库啊 牛啊 羊啊 然后最左上角显示的是实检 啊 这里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显示的是这个EF等级 我们现在是EF2.0 那这个地方这个游戏的操纵还是不算难啊 因为只有前方左右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困难的操作啊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主要是他这个技职系统让我玩的不是特别的爽啊 但是龙卷峰就是这样啊 他的生命是周期比较短啊 你可以看啊 我就没听说过哪个龙卷峰一刮刮什么 几个月几年的啊 这个不太现实 所以说由于这种原因啊 所以龙卷峰也比较难以预测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平空形成啊 好像能预测的那个叫做台风吧 他俩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吧 啊 本身我也不太确定啊 但是这个游戏做的这个龙卷峰啊 我感觉他应该会随着移动 然后增大体积啊 这样的话丑了就比较真实 现在这个就是 这一长条啊 没什么别的感觉啊 那这个地方呢 再摧毁一个房子 我们的任务呢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叫做龙卷峰象大自然的愤怒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铐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铐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